大家好,我是10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首先来看到国际龙周节是花莲鲤鱼潭 每年最重要的赛事之一 这一次也吸引了上千名的选手 百支的队伍来竞技 而一连三天的赛程是在23号进入尾声 虽然天空不作美,下起了小雨 但是还是交不洗选手们 以及场边加油团的斗志 欢呼声势四起,场面相当的闹 震撼人心鼓声,讲手们统一呼吸 统一节奏,从降夜入水到回降 整个动作一气合成,补陀泥带水 比赛进入最后50公尺 全力充斥,拼命拉滑 气笛声响测整个花莲驴玉潭 代表龙周通过终点 在潭中参赛队伍以及延岸观众 屏息以待,因为每一队都有机会 角逐最后胜利 我们健身工厂龙周队 所以大概成立16年了 那其实我们都是从学生时期滑到现在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利用假日的时间练习 跟上班前的大约5点到6点的时间 摸黑起来做成操的训练 所以但是是蛮辛苦的 但是因为船上有许多的队友 那大家一起出现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那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一起划船 所以就比较不会想要放弃这样 接触龙周这项运动 才知道一秒有多长 因为胜负就在这一秒 甚至零点一秒产生 我们每一讲在水中都是用尽全身的力气使船推进 其实蛮吃力的 但每次比完赛上岸后身体的那一种感觉 抱着心跳 对 喘着气 仗着胸的感觉 其实蛮开心的 对 因为我们又完成了一次艰难的比赛 又离冠军更近了一步 举办第六年的太平洋国际龙周节 吸引超过1000名选手前来竞技 分为混合组是18队 公开组是10队 女子组12队 总共有100队来角逐一连三天的比赛 其实这场比赛的话 算是在台湾界的一场龙周盛事 那所以会有很多厉害的队伍都会来参加 我觉得有这样的场地 跟棒这样子的赛事来讲的话 是对于这个水上运动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广 健身工厂龙周对女子组已经二连霸 今年力拼三连霸 誓言要将冠军奖杯拿回高雄 而龙周是靠团队的竞赛 只有其一合力 从头到尾扎实的滑将运作及战术 才能得到最后胜利 让12人的力量有着无限可能 记者徐立清收风箱报导